HELLO 大家好 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星期一晚上8点整的益胜说给你听 说出股市大小事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那益胜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那因为我们今年即将推出财经订阅日报的计划 而正式推出前我们希望能够先听听大家的一个想法 那今天算是我们的问卷填写的最后一天 希望大家记得如果还没有帮我们填写问卷的 记得去点击下方的说明栏的连结 那帮我们来填写一下这份问卷 当然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一起来完成我们今年频道订阅10万的目标 好 那我们马上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际上近期的一个关注焦点 美国近期有多家的科技大厂 都要在这个星期来发表他们上一季的财报 那市场尤其聚焦在半导体的产业 包括德宜在明天会率先的登场 那紧接着这个爱斯摩尔以及英特尔的财报 则会陆续的在24号以及25号来公布 那除了半导体业者之外 线上的影音串流业者包括网飞 还有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以及IBM 也都将在本周的下半周 来发表他们上一季的财报表现 至于我们台股的部分 这个重中之重的台积电 价格走势一直是投资大众所关注的指标 那现在除了美股的台积电ADR走势 在台湾期货交易所挂牌的台积电期货 也会在今天22号纳入了夜盘交易 增加下午5点25分到隔天上午5点的交易时间 有助于提升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价格主导地位 为全球的投资人提供最及时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工具 以上就是针对近期的重点消息一个简单的整理 先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留意 好那紧接着我们来看到 现阶段仍然是掌握近期主流的一个AI相关的消息 继台积电之后 AI伺服器以及储存技术大厂美超委 也为AI展望释出了相对乐观的一个业绩表现 上修了第二季的财测 那美超委表示 上修财测主要是受到伺服器机柜 AI以及总体IT解决方案的市场与终端客户需求强劲带动 那第一季有超过一半的营收 来自于AI相关的伺服器 带动美超委的股价过去12个月翻展了将近三倍 并且连带影响美国AI概念股 在上周五19号又正次高飞 那美超委更是一天飙涨了将近36个百分点 那惊人表现震撼市场 那市场认为由于美超委与挥达的关系密切 它的动态被市场视为 可以借此来一规挥达与AI市况发展的重要指标 那美超委上修财测并释出乐观看待市场 与终端客户需求的展望 让广达伟创以及维影仁宝 音业达等AI伺服器概念股 被看好渴望雨入均沾 另外呢包括半美超委概念股的这个优群 华泰立台也渴望同步的张光 那被市场呢提到相关的供应链 我们也帮大家整理好在这个表格当中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各位来看到的 一样是AI相关的资讯 那就是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AI教父 那也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再度来到台湾 也让呢市场期待啊 他能够再度的来待望我们台股AI供应链 其中啊被这个外资点名将会领军初级的AI四大金刚 包括违影伟创广达以及秦城 其中呢上星期五19号举办万联会的这个广达 董卓林白礼表示 广达农年就要来做AI的龙头 并且呢宣示啊集团要全面的AI化 包括PC伺服器车电等三大业务都要导入AI 并且呢要将AI拓展到所有的应用 例如呢AI制造 AI医疗 AI自动驾驶等等 那也强调呢AI的需求非常的畅旺 订单啊远远不绝 而去年呢毛利率创下历史新高的伪创 也宣告破除代工厂毛三道四的魔咒 今年AI制服器能会是主要的成长动能 那违影呢去年啊三绿三升 而且毛利率、营益率以及呢税后净利率都创新高 今年呢同样也被看好 这个云端产业以及AI制服器的发展 那至于呢制服器即可大厂秦城 受惠AI制服器接单跳跃式的成长 那法能看好啊秦城今年的合并营收 渴望大增超过五成 而且呢2024年EPS也有望大幅成长 那身为呢AWS制服器机可主力供应商啊 秦城呢不但拥有高优素的AI制服器机可专案 也掌握了ASIC超高优素的专案订单 那法能预计啊今年的业绩足迹攀升可期 那AI和ASIC营收占比也将达到50个百分点 那除了AI四大金刚带头啊市场猜测 黄仁勋这一次来台的目的之一 传出是为了要参与台积电先进封装供应链 合作伙伴年度聚会 那因此呢相关的供应链呢也被点赢 有望赚一波的红包行情 那我们呢一样都帮大家整理在这个表格当中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考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AI PIN相关的一个消息 这个科技新品AI PIN3月将会在美国开卖 每台售价是699美元大约是新台币2.1万元 这是一个被誉为继iPhone后下一个 划世代革命性的产品 那它的装置呢极为轻巧 且呢高度的整合AI应用 主打声控即时语音翻译的 同时呢还能够透过手势来操控 以这个微投影取代传统萤幕作为人机界面 加上价格急剧的诱因被市场看好 有望掀起一波销售的热潮 来推升呢微投影升学光剑 光感测维基电封测等族群 成为呢产业的明日之星 而在台场中啊被点名到的 就包括呢在微投影与光学AI应用 有一席之地的阳明光 华金科以及横化了关键的MEMS 麦克风与感测元件相关封测业务的 2369的林森 那说到这个阳明光呢是全球最大的 微投影模组大厂 市占率超过三成 那随着AI PIN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阳明光被看好受贿程度大 除此之外阳明光也被市场点名是 苹果第一款MR头戴装置 Vistream Pro的一个透镜供应商 为今年的营运注入动能 那AI PIN呢也让MEMS相关应用更受瞩目 而林森就是国内最早布局 这个MEMS元件 后段封测领域的业者 那反正估计啊 这个林森目前啊 MEMS的封装营收占比上看两成 那随着这个麦克风收音 扮演AI辨识率好坏的关键 感测元件更是让AI手势操控 顺畅的要角 那林森后势看俏 那以上呢是这个AI PIN近期的一个资讯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苹果啊 第一款空间运算设备Vision Pro的一个相关的消息 还预定在2月2号上市 那在上周五1月19号开放预购后啊 销售超乎预期的夯 那苹果的官网开放预购5分钟 伺服器就被挤爆 18分钟就宣布库存销售一空 那开定两小时后啊 发货日期甚至已经排到了3月份 甚至4月份 年代造成黄牛价已经飙升到大约新台币19万元 那美国银行分析师预测啊 这个Vision Pro渴望一段时间后来超越iPad 因为空间运算将会成为具有差异性的功能 带动服务升级 但许多大型的开放商对Vision Pro抱持保留的态度 包括Netflix YouTube 以及呢Spotify 三家全球最受欢迎的串流服务平台 都已经表示 他们不会推出针对VisionOS的软体 也不会让他们的iPad应用在Vision Pro上运作 那苹果自身呢 对新平台的资源也不足 也让Vision Pro目前啊 能存在许多的疑问 但苹果加入头戴式装置的战局 仍然呢让市场充满了期待 那把能盘点的各大供应商当中 以显示器光学镜头 运算与储存晶片最被看好 那相关的供应链呢 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在这个表格当中 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到 这个台北国际电玩展的一个相关的消息 台北国际电玩展将在25号 也就是呢这个星期四来开展 那四本呢史上最惨的寒假 再加上农历过年红包效益 那包括呢大家熟悉的新项的线上麻将 明星三缺一online 那网银国际的这个博弈游戏 新城online等等 那么呢都被看好 旺季效益明显 除此之外呢 多家的厂商也都将会抓紧机会 力推新品 游戏产业被看好将会掀起一波的热潮 那相关的个股呢 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出来 在表格当中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最后呢我们一样提供 上周啊这个外资投信同步买超金额的 前20名的个股来给大家呢做个参考 里头啊各位会发现 大概有六成啊都是跟AI相关的 那包括呢AI伺服器 AI晶片 还有呢他们所带动的上游 包括IP以及呢 记忆体相关的个股 那最为大宗 那其他的呢 大概呢就是少数的政策概念股 包括生计 还有呢绿能以及重电的部分 那细节的部分呢 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研究 那我们今天呢一声说给你听呢 到这边告一段落 各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说给你们听